3月8日 河马降薪的话题冲上热搜 据媒体报道 河马被曝让全职员工转签第三方 取消贩补 降低减货员每单收入 有员工称不签三方就降工资 前厂也要改为既建制 目前已提离职 门店暂未同意 去年10月 河马开启折扣化变革 大量商品价格直降 卸下偶像包袱的河马 正加速降本增效 调整薪酬福利 要求员工转签第三方 是否涉嫌违法 一个公司让全职员工转签三方 它实际上就是对公司与职工之间的 现存的劳动关系的一个解除 变更的一个问题 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那些条件之外 这个劳动合同是不允许单方解除的 劳动合同法从这个36条就开始规定解除 如果说劳动者没有符合3940包括41规定的话 用人单位是不能结束劳动合同 不转签 你就降工资逼迫这个员工去转签三方的话 涉嫌违反我们这个劳动合同法律的 工资在合同里边一般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约定具体的明确的工资的标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劳动者入职之后 这个工资它是按照单位的规章制度去处理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合同变更 就要按照这个双方协商一致的一个原则 然后采取书面的形式去下以变更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明确的规定了 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的 这样一类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 或者重大事项的时候 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的讨论 有这么一个民主的程序 首先可以就是说跟这个单位去进行平等的协商 其次如果说确实这个公司做法比较强硬 甚至这个侵犯了一些这个职工的权益的话 那么职工当然可以走这个劳动仲裁 甚至提起诉讼去维护自身的一些合法的权益